請總統馬英九邀請陸生來臺灣 被蔡政府技術性的卡關 變成賴清德跟習近平可以共進晚餐 但兩岸學子卻被禁止交流嗎 把時間連線成有 各位到現場 我們之前邀請到了立委賴世保 來到了現場 委員早安 我們來看到 前總統馬英九要邀五校的陸生來臺 結果現在蔡政府技術性卡關 還要這五個學校都必須要 交一個校園為安計畫 上個禮拜一才給 然後放了四天連假 今天就是deadline 今天就要交出去 這個是一種技術性的卡關嗎 這個那天我在現場 那天的那個協調會是我召開的 那馬英九基金會有執行長 消息人出席 那官方的就是教育部的次長 姓劉的政務次長 然後陸委會是一個副處長 然後再一個移民署副處長 他們來參加 基本上就是很清楚的教育部 他是政務官 他扮演黑臉的角色 這裡面我開協調會 我出面開協調會 很少看到政府的官員 姿態這麼高這麼兇非常兇 他就是說來你們這個這一團來到這個每個學校五個學校嘛 台大的文化等等五個學校 這五個學校裡面要學校要出示給他同意函 不是只有同意函 而且要推出一個安全保證計畫 那我說那就不是違安計畫嗎 他一直不要強調違安 因為他覺得違安太偉大了 但是他說就說安全這個校園安全計畫 我說那就是違安計畫啊 照理講這個主辦單位他負責安全的問題嘛 那你講說他去那裡辦個座談會 所以現在也因為陸委會的一個意見 馬鈺基金會全部照談全收 把五十個名額打了七折 剩三十幾個人來 三十幾個人來 他就是說比如說到台大去 就跟台大一個政治系 或者其他的系所 然後借一間教室座談 沒有啦 結束啦 可能就在校園裡面逛一下 那你說會不會有人借著這個來造勢 為了選舉造勢 可能會有 可是這個對台灣來講不是稀鬆平常嗎 很民主啊 稀鬆平常啊 主辦單位都不怕了 你怕什麼 然後教育部次長踩得很硬 他說沒有這個違安計畫 沒有這個安全保證計畫 我沒有辦法來核准 他就是預審 預審你又才送到最後還要正式審查 所以他現在是預審喔 預審不過就沒有了 那至於媒體提到必要性 急迫性 不可替代性 這個其實這個是疫情的時候才這樣子啦 現在已經都疫情都開放了啊 他這盤不拿掉 其實都拿掉了 就是這個還沒有拿掉 疫情結束以後 他那三個是疫情的時候 現在已經沒有疫情了 他還放在那個地方 所以倒倒滴滴 就給馬英九基金會穿小鞋嘛 講真的就是他可以要習近平吃晚餐 不可以讓陸生來台灣 這是什麼樣的標準 對啊 所以你提出這什麼 校園為安計畫 馬英九要陸生來台的時間點在暑假 暑假大學都快要變空城了 你還擔心這個違安的問題 那你如果發出這個違安計畫 難道是教育部要來號召他們的側翼 全部都出來來鬧場嗎 幾乎是這個樣子嘛 他這個把他這個事情弄得這麼大 他的眼下之欲就是本來都放假啦 這個讓你們知道這件事情 快來快來 變這個樣子嘛 教育部這次 我個人覺得非常遺憾了 教育部我們下個會期 好好地看一下他的相關的一些的計畫 對啊 所以每次蔡政府口口聲聲說 要來恢復兩岸交流 也說這個是二零二三的一個 很重要的一個問題 然後之前賴清德在台大演講的時候 也特別提到啊 他最想要跟習近平來共進晚餐 就像委員說的 那你想要跟習近平共進晚餐 結果你不讓大陸陸生來台交流 說這雙標嗎 這道地雙標嘛 只准他們吃晚餐 不准學生交流 這是什麼樣的標準 這道地民進黨的雙標 而且很清楚的看得見 原來蔡英文講的恢復交流 都是假 都是偏 而且現在如果教育部 他們的說法來看的話 如果你今天交出來 要預審沒過的話 那他就有合理的理由 就直接把他卡掉這一整個關 所以這個從過去陸委會就說 宋建不會過 到現在教育部還要求要提出這種 維安計畫 我們的政府真的有想要促成 這件事情 把他有一個好的結果嗎 他對蔡英文賴清德對自己 他沒有信心的 他怕這三十幾個學生來進行統戰 好像把他們當解放軍 即便解放軍的三十幾個 我們怕嗎 而且統戰 他來看我們的電視節目 看我們的call in節目 我們可以反統戰 怎麼對自己根本沒有信心 民進黨口口聲聲講的 民主自由在哪裡 是 好 我們今天謝謝委員 馬貴學長 謝謝 好 看到這個馬英九基金會 邀請陸生來臺 結果整個蔡政府從上到下 技術性卡關卡到底 從陸委會到現在教育部 還要求這些學校必須要提出 維安計畫 在暑假期間 到底有誰會特別來到學校來鬧場呢 那這個是不是教育部就是人盡皆知 趕快叫這些側翼 就是前來鬧場 所以蔡政府口口聲聲說的兩岸 必須要恢復交流 看起來也都只是淪為口號而已 面對陸生來臺就直接轉彎 所以等於說選舉的利益 抗中的利益 依舊擺在民進黨政府的眼中 以上是我們這一節的國會最新 還有一綁 你剛才看到居然會輸入 解決了 你會不會再做